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乳腺炎的保养和姿势 大家好,我是健康导师Karen Chong 告诉大家,什么人群会发生乳腺炎的几率会比较高 那就是初生产的妇女 乳腺炎的症状有以下的八种 请大家留意 第一,按压乳房的时候会有疼痛感 第二,乳房部分变硬会有阴块 第三,疼痛的部位会有红肿的现象出现 第四,乳房摩擦的时候会痛 第五,当抬起手臂的时候会有疼痛感 第六,有时候会发现身体发冷放热的状况出现 第七,挤出奶汁的时候会骗龙、黄色还有血液 第八,宝宝会拒绝喝乳腺炎的乳汁 以上就是乳腺炎的症状,请大家要关注 要教大家如何预防还有注意的事项 第一,当宝宝吃完奶的前后 都要用清水清洗我们的乳头 而保持自身的清洁 第二,要注意饮食习惯 要时常摄取新鲜的水果蔬菜 净吃辛辣还有吃鸡还有油腻的食物 第三,不带有满坡的胸罩 而造成胸罩挤压我们的乳房 而局部的乳汁聚集 而引起急性的乳腺炎 第四,产后吹奶不要过急 补充营养 多喝下来的鱼汤、肉汤还有鸡汤 第五,要掌握正确的哺乳姿势 让宝宝大量含住我们的乳韵 而不是乳头 第六,哺乳的时候 一定要让宝宝左右交梯吃 以防宝宝长时间吸不到奶 而引起乳汁聚集 而造成急性的乳腺炎 第七,一个星期 尽量三至四天 维持一个小时的运动 而保持我们的身体健康 心情愉快 第八,我要建议姐妹们 每半年就要自我的胸部检查 而确保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胸部 十月是乳癌关爱日 让我们一起关爱女性 关爱母房 关爱健康 运动 雷尾 一边 感谢观看